這三款顏色好像很普通 其實這三款是一個特別版 這次真的是一個特別版 而且之前跟大家提及過 G-SHOCK或BabyG最近伸出的款式 都會著重環保這個概念 無論是由錶殼錶帶 財積的改進 這三款都是跟環保有關的組織 去做一個合作 而這個組織的名字 讓我看一看 這個組織…不如我們這邊 Hello XRW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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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這樣可以不可以呢 不行 電腦是不可以這樣移動 算了 我口說吧 今次這個會是同一個 叫Charles the Wynn Foundation 的一個國際非牟利組織 負責這個達爾文研究站 這個組織是加拉巴哥群島 第一個從事保育活動的國際組織 這個組織的活動主要是調查 加拉巴哥群島的海洋和陸地生物的生態系統 和可以促進島嶼自然保護工作 再向當地居民提供環保教育 這是一個國際環保組織 這三款和這個組織 Corsofa是甚麼呢 這三款都是分別代表了加拉巴哥群島 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動物 而這一款大家可以看到它少許細節 可以見到這裡有隻烏龜 還有這個錶的內框都是一些龜甲紋 另外這裡的圈位都會有一個烏龜的展影 還有這裡是跟組織合作的一句 西班牙文好像不懂得說 西班牙文真的不懂得讀 大家自己看看 遇到認識的朋友 另外它就會在眼燈那裏 這邊朋友看看 眼燈那裏的背光燈都會做到烏龜 這隻烏龜其實是有一個學名的 叫加拉巴哥象龜 就會印在這隻手錶上做了很多象徵的意義 還有它這隻黃色 它的錶盒都會是這樣的 它旁邊印了加拉巴哥象龜的樣子 還有它組織的logo就是這個 剛才是Charles Darwin Foundation就是這個名字 加拉巴哥群島 這裡跟它的錶帶一樣印了這句slogan 一個西班牙文的slogan 還有它的錶盒是一些紫質 都是以環保概念為主的一些材質 錶袋就是這樣的 其實它之前都會是 通常是跟一些環保有關的款式 才會用這種配置 有個布袋有個紙盒 而它黃色的這一款 加拉巴哥象龜款 這款是這樣的一個配套 另外它都會是還有兩款的 大家可以見到 我首先看了一隻藍色 不是綠色 綠色這隻它是黑色錶帶 不過上面是綠色的螢幕 綠色的跳字螢幕 我看過是很綠色的 它在一些G-slog才有的 很多年前才出過的 近年都沒有見過的 我自己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見過 我是沒有見過的 所以它這次出綠色的表面 是非常之特別的 還有你看到它這次 就是一隻小鳥 這隻就叫做達爾文鳥 是一隻啟發達爾文進化論的一個鳥類 這種小鳥通常都會在樹谷森林的樹葉之中去棲息 哎呀飛回來 這個樹葉之中棲息 所以它就會在錶面上 都會印了很多 好像在樹蟲裡面的一個畫面 一樣在錶圈上面 都會有達爾文鳥的一個展影 其他細節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在錶帶上有一個slogan 哎呀剛才漏了 這個錶底蓋 它都會有這個 Charles Darwin Foundation的logo 是一個加拉巴哥帳規的logo 其實它組織的logo就是這樣 而這一款它的錶盒配套就是這樣 這裡跟錶面一樣 都是有達爾文鳥 再加上它這個樹谷森林的一個樹葉蟲 裡面都是一樣的 不過它這個盒就會是一個綠色的錶盒 而另外去到第三款這款 就會是… 先錄下一個資料 先錄下一點點 就會是一個海洋風格一點 它呢 今次的展影是這個 除頭沙 它就用了一個除頭沙的剪影 去做海洋風格 因為剛才也提到這個… 這個… Charles Darwin Foundation 的組織 它其實都關注了巴拉加… 巴拉… 巴拉是甚麼 我突然說不出了 巴拉… 不是 加拉巴哥群島的一些海洋 或者陸地動物的生態 這個… 其實剛才大家都見到 那隻烏龜是代表陸地的 戴爾文鳥是代表天空的 這隻會是… 垂頭沙是代表海洋 其實都有一些海洋空的寓意 這個錶面這一圈 其實都會是… 做了一些水花 都是代表海洋風格 錶圈有個… 垂頭沙的… 一個… 展影 還有它這兩款 戴爾文鳥和這個垂頭沙 其實都是全黑色的錶帶 但這一款就會是綠色的螢幕 這款就會是藍色的螢幕 而黃色的這款… 巴拉… 加拉巴哥橡規 就會是全黃色的錶帶 不知有沒有熟G-SHOCK的朋友 你們如果熟的話 你們就知道 黑色和黃色的5600 都是些很受歡迎的Original款 錶底蓋在這裡 這款就不是basic的5600 它是GWB5600的錶款 做的藍本 所以它會同樣 有提到Bluetooth、電波、太陽能的功能 所以這款是一樣可以在智能手機的APP 去調整所有功能 大部份功能不是所有的 對了 剛才也沒有看到達爾文雀 其實它這個背光燈 一樣會有一個垂頭沙 而達爾文雀 讓大家看看 就會是這樣的 有些小鳥在背光燈裡面 它這個就是這樣的 其實它的手錶內圈就是水花的 一個海洋風格的狀態 分別就會是這三款 用Charles Darwin的環保組織 它做一個kosovo 原來我資料都有 而它標帶這一句的說話 是代表著西班牙文裡面 我支持保育加拉巴哥群島的意思 原來就是告訴你 你買了這隻手錶帶著它 其實就是支持加拉巴哥群島的保育行動 而且它這整隻手錶的 這整隻手錶的 包裝是完全無塑膠的包裝 這裏都特別去著名 自己這個包裝盒 其實裡面的袋子 完全是無塑膠的 它支持這些環保活動 還有再提多一次 現在的G-Shock錶帶和錶殼 是用的一隻叫做生物機樹脂的 可再生材質去造成一個 不是造成一個塑膠 而是造成一種膠質感的材質 所以整隻G-Shock的手錶 其實都是很大部份 其實金屬本身都應該可以是 分解下來都不會有塑膠那麼難 所以整隻都不會太 跟這個保育的意識有相對抗 整隻都很符合這個保育的意識 OK 今天準備的新錶就是這麼多 不過這幾隻是多少錢的 好不可以買 這幾隻分別是895元 895元一隻 這個就看看大家 其實895元 是不是跟Regular這款一樣 我看看 我如果Regular的GWB5600 好像都是這樣價錢 好像沒辦法怎麼變 因為它又有太陽能 又有Bluetooth 又有六局電波 900元都不用 當然都是那句會員再有優惠 OK啊這個款